被害男子自行搭车到 人蛇集团待定的饭店 接着画面中 一名拉着行李箱的男子 陪着被害人从饭店到机场 准备出国 被害人当时还不知道 这一趟飞出去 根本没有回头路 警方寻现逮到秋夕男子 将他押上车带回警局 他是人蛇集团在台主线 如果有被害人上当 准备出国前 都是由他负责 协助被害人办护照 接送到旅馆住宿 提供饮食等等 其中有一名三十几岁的 被害男子在今年七月底 听信网络讯集 对方宣称 去泰国办理高额信用贷款 可以贷到一百五十万 扣掉二十万的手续费 能够拾拿一百三十万 没想到被害人抵达泰国 马上被人蛇集团没收护照 还抓到缅甸的KK园区做诈骗 控制了一个多月 只要工作想睡觉 就会被罚伏地 挺身五十到一百下 被害人受不了 逮到机会逃出宿舍 甚至还游过了 泰缅边际的莫一和 向泰国警方求助 九月二号才安全返台 意图引力以诈述死人出国 诈机取材未遂 以及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人口犯运防治法等罪嫌 提起公诉在案 警方补充被害人回国后 远警马上追查 才成功将秋信主嫌逮捕 不过发现还有另外一名嫌犯 原本也是被害人 为了换取自由早点回台湾 成了加害人 协助人蛇集团诱骗无知的人出国 诈骗事件才会无限循环 TV全联网和罗欣 台中报道